真的不太方便講 因為解決了 電話 不方便講 就是 就叫人家幫我解決 那你為什麼沒有報警 有些事情也不能報警 其實 真的不太方便講 因為解決了 就是有收到一些電話 電話 不方便講 就是 就叫人家幫我解決 那解決了過後才 確定解決了我們才來辦今天的演唱會 因為他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他不知道我們記者會要講什麼 所以當然會收到一些電話 叫我們先不要辦 先講清楚 不是我啦 就是旁邊的朋友 就是一些合作夥伴 就是受到一些威脅 那你為什麼要聽他的 因為不是我一個人 演唱會是團體的 就是我們會跟很多公司合作 那你為什麼沒有報警 有些東西報警了就會更糟 就我們用自己的方法解決會快一點 有些事情也不能報警 你說兩個禮拜前的事情 那個歌曲已經很久了嘛 我的歌曲已經很久了 像我之前出的那些玻璃心啊 龍的傳人都是今年年頭的事情 玻璃心也是三年前的事情 你如果你要出這些歌曲 你要展現你的所謂創作自由 你肯定會面對一些問題 大概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喬嘛 就喬 就台灣人說喬 又盡誰嗎 沒有啦他們就自己彈了 然後知道了我要幹嘛 然後知道我繼續要辦演唱會 然後知道了我們的內容 我們的記者會內容之後 就應該就OK了 我記者會本來是要宣佈說 那個取消的原因 因為我們只是寫一篇文章 我覺得很對不起大家 所以我就跟團隊說 我們要不論如何都要講一下 不論好事壞事都要宣佈一下